台北石排捷运站外 有一名沙石车司机疑似路况不熟悉 不但是违规左转还逆向闯进了单行道 吓坏当时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而由木吉骑士看到这样的状况 也气得大骂太夸张了 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任何意外发生 但警方也将调跃侵视器 将对这名驾驶开出三项违规罚单 罚金5400元 路口停等红灯 但骑士木吉前方的沙石车 竟然违规左转还逆向闯进了单行道 其实按喇叭大声呵斥 但驾驶仿佛没听见继续开 其他行人见状也吓了一大跳 频频回头张望 因为当时还有人走在斑马线上 差一点凿波及 除了闪避外也想拿手机存证检据 幸好沙石车事后发现 缓缓倒车才没酿成大祸 台北捷运石排站外 有建筑工地正在盖大楼 这辆沙石车22号上午3点多 接连违规 目击骑士行车记录器 没有拍到违规全程 担忧无法举发 但是警方调于监视器后 决定对司机开举发单 违规左转逆向行驶 还不理让行人 一共被罚5400元 公地业者透露 沙石车司机不是当地人 当天是第一次到工地 不熟路况才会酿货 虽然是司机个人行为 但已经告诫厂商不得再犯 毕竟违规在先 万一造成无辜民众受伤 恐怕不是发钱就能了事 记者陈藏丁朝贤台北报道